据金氏格罗斯报道 格罗斯当地时间16日 对美国情报部门 试图诱详和外交官的报道 做出严厉回应 和总统金文秘书克里姆林公 发言人佩斯科夫称 美国诱详和外交官的企图 是不可接受的和无耻的行为 据报道 佩斯科夫16日 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证实 莫斯科已了解到 有关此类行动的信息 并与首先报告了 这些企图的 和俄罗斯驻美大使 汉东诺夫一样 对这些企图表示担忧 克里姆林公也知道这些信息 我们和俄罗斯驻美国外交机构 负责人有同样的担忧 美国情报部门的代表 对我国公民和我国驻外机构雇员 做出的这种非常无耻的行为 我们认为是不可接受的 佩斯科夫说 据此前报道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 汉东诺夫近日表示 俄驻美大使馆的员工 受到包括人身暴力在内的威胁 他还称 美国情报部门还试图 诱详国外交官 塔斯社十字志报道 安东诺夫称 恶住美大使馆 就像一座被围困的堡垒 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运作 安东诺夫还说 每天反革集会都会在附近举行 流氓行为和蓄意破坏也在发生 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受到威胁 包括人身暴力的威胁 此外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情报部门 还试图与国外交官取得联系 并推动他们背叛 安东诺夫透露 美国安全部门的特工 在俄罗斯大使馆外闲逛 分发美国中央情报局 和联邦调查局的电话号码 试图引诱和外交官背叛国家 路透社称 CIA和FBI对此拒绝评论 美国国家情报局长办公室 和美国国务院 目前都没有回复相关消息 据塔斯社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长 拉普罗夫当地时间14日曾表示 尽管西方国家在俄罗斯境内外 都进行过类似尝试 但他们无法在俄罗斯外交官中 找到叛徒